那首先今天的新闻头条 我们就是要带大家持续来关注 林志坚的论文争议的这个风波 那这个风波的关键人物之一 就是台大国发所的余正煌 他在昨天呢 接受了台大的论文审定会 那他其实之前一直都蛮低调的 对 一直没有出 就是一直没有出面表达 他自己的意愿到底是怎么样 对 那昨天呢 他终于首度发表声明了 他就强调说 本人的论文都是按照学术规范 自行撰写完成 绝对没有任何抄袭的事情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论文们争议不断 其中台大国发所硕士论文的部分 其指导教授 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 曾帮忙辩护 强调是学生于正煌 在取得林志坚同意后 才借用林志坚的民调资料 而关键人物之一的于正煌 27日参加台大论文审定会 原本始终保持低调的他 也发出声明强调 本人之论文均按照学术规范 致撰写完成 未有任何抄袭之情事 并说外界所指他论文涉及 抄袭之情事与客观事实不符 日后若人有不时指控 造谣抹黑或恶意重伤之情形 将依法追诉相关责任 以维护自身权益 那在这个论文抄袭案当中 最关键的人物就是 刚刚凯丽提到的这位于正煌 没错那他今天呢在两位律师的陪同下接受了训达 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 他们对着镜头来进行训达 而他的职... 但是呢至于林志健还有他的指导教授 陈明通则是都没有出席 于正煌27日参加台大论文审订会 结束后他发出声明表示没有任何抄袭情事 并说外界所指他论文涉及抄袭 与客观事实不符 日后若人有不时指控造谣抹黑或恶意重伤的情况 将依法诉追相关责任 以维护自身权益 至于林志健的缺席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27号透过脸书发文批评 林志健可以开记者会做图表 就是不敢面对台大教授的质疑 他今天的缺席就是他确战的表现 林志健团队在今天早上再度召开记者会 针对论文的问题首度提出了三点回应 他们强调林志健绝对写作是符合写作逻辑 而且绝对是原创的 林志健的进办提出的第一点是 林志健的硕论使用第一人称写作 是因为这份民调就是出自竞选团队 所以林志健使用我们来做第一人称 而余政皇虽然也使用我们两个字 但这份民调并非是他的第一手资料 所以使用我们会很奇怪 而第二点 林志健在文中假设 选民会因为高学历而支持蔡仁监 但使用同样数据的余政皇却假设选民会支持林志健 这个与前面文章所述的高学历的选民 会支持高学历的候选人的逻辑相反 第三点就是两人都将前新竹市长许民才的学历写错 林志健进办表示 在网路上大家都可以找到相同的资料 至于余政皇强调没有抄袭 林志健的进办也说 两个人的说法是相符的 之所以会相似 是因为陈明同的教学与指导论文写作的方式所导致 余政皇表示自己的论文没有任何抄袭的情势 甚至可以说明自己措置的由来到底是为什么 这也让何能留言终结整个创办人黄世修表示 原来他真的是原创 针对外界质疑林志健 余政皇的台大国发所论文中出现相同的错误 将新竹市前市长许民才的学历误职为多明尼克肯大学 正确的版本因为多明尼肯大学 余政皇今天透过律师张又奇解释 自己当时撰写论文时 浏览了国民党网页查询许民才的学历 而国民党当时官网的资料就错误翻译成多明尼克肯大学 因此律师张又奇认为是国民党的网站写错 余政皇抄国民党的网站 所以才会跟选举公报不同 这个如果不是自己写的 根本不会知道国民党这个冷门的网站 对于余政皇能解释清楚翻译错误的原因 黄世修稍早也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天哪他真的是原创 那其实呢这个论文争议哦 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表示说民进党你真的要赶快做出决定了 你这个桃园市长参选人 你到底要不要换人来选 他说如果两周之内没有答案的话 民进党真的会完蛋 林志坚的台大国发所硕士论文部分 指导教授陈明通曾经帮忙辩护 强调的是学生于正皇在取得林志坚同意之后 才借用林志坚的民调资料 但于正皇却在昨天发表声明否认抄袭 郭正亮说民进党没想到于正皇会发声明稿 这是他们盘算的最大意料之外 本来还想搞成蓝绿各说各话 而如今于正皇出来了 民进党快则一个礼拜 最慢两周之内就要做出决定 看桃园市长的选战要不要换人 因为再拖就真的会完蛋 好那林志坚呢像刚刚凯莉所说的 真的是哦最近呢真的是深陷很多不同的原因 那今天呢就是风波不断啦 那引发也外界讨论说到底是不是要换肩呢 那资深媒体人黄尔瀚就在脸书发文说 林志坚真的会搞到民进党一师夺民 黄尔瀚表示林志坚的论文是否抄袭 大学审订委员会终究会有答案 政治人物实在不必琢磨太深 不过新竹球场的缺失摆在眼前 这么离谱的状况 如果有网友想尽办法辩护 难道是心中毫无是非只有党派 黄尔瀚指出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应该是清廉勤政爱乡土 曾几何时已经变成了硬拗再拗我就赢 黄尔瀚还提到有一个名叫快刀的软体 数分钟内就可以比对出论文是否有抄袭 他说林志坚如果想止血想要自证 其实一点都不难 使用快刀软体辨织结果 可以快刀斩乱麻快刀斩论文 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看到的是 前立委沈富雄他就分析了 他说昨天余振皇发出了这个声明之后 简直就是最后一集 他觉得说这个声明 其实是替国民党的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来稳定了这个选情 可是民进党就陷入了到底要不要换肩 这个挣扎里面 那他也说其实他觉得 等到台大这个审定会结果出炉之后 民进党的桃园市长选情 一定会冰山崩塌 沈富雄表示 余振皇昨天发布的声明是最后一集 林志坚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往后不用再混了 至于林志坚是否会退选 沈富雄则认为 林志坚一定会退选 但他脸皮厚 恐怕会等到蔡英文下令之后才会有动作 只是后续情势演变就会让林志坚的脸皮再后也撑不住 好 虽然现在外界有传出要换肩的声浪 可以说是如海浪 海潮一般的 对 不断的这个涌过来 那这个立委高嘉宇呢 他甚至说担心的北北基陶族会一师五命 不过呢就有绿营的人士透露 因为党内呢 其实立挺林志坚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所以他们目前呢是没有要换肩的打算的 那如果真的走到换肩这一步的话呢 才真的会造成林志坚拉着桃园市长郑文灿 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弘一头陪葬变成一师三名 民进党要不要换掉林志坚 现在是政坛最热的话题 他陷入论文抄袭和新竹棒球场争议 自家立委高嘉宇改当乌鸦 公开表示 如果让林志坚继续选桃园市长 恐怕会影响北北基陶族等五个县市的选情 造成一师五命 但有绿营人士透露 党中央力挺林志坚 认为换肩救不了选情 海拉桃园市长郑文灿和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弘 一起陪葬 酿成一师三命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贺民也说 要林志坚退选根本就是假议题 不过大家都是江湖中人 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面对争议 林志坚已经很有诚意了 其他政治人物也顶多做到这样而已 现在还烧出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可怜的 就是林志坚的委任律师黄帝颖 现在就有一个案外案了 就是因为这个黄帝颖 他在两年前 这个李梅珍参选国民党的 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是闹出了论文风波 对那个时候也是沸沸扬扬 对那时候黄帝颖的评论 现在就像是回力标一样 直接打回到了林志坚自己人的身上 黄帝颖当时在脸书发文指出 李梅珍在记者会上无力解释 只好扯出总统议长来转移焦点 论文抄袭不只有学术论文的伦理问题 更有违反著作权法的民刑事责任 他更点出 他恐怕面临说是学位被撤销 还有最终三年徒刑 遭到判赔的下场 而当时中山大学还没有审定完 李梅珍的论文案 黄帝颖就发文狂批 现在却又护航林志坚说未审先判 就有网友挖出当时的新闻内容 PO在PTT上 还有不少人留言狂酸说 他是自己打自己耳光 还有人说他的回力标又打到自己人了